嗨,我是Alan 咱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密函数的处理方式 这个密函数的在对于求导过程中呢 会得到一些很多的启发 那么咱们内容就开始 好,那么刚才这个结论呢 是我也写在了PPT上的啊 这期间比我刚才手画的要漂亮一点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聊一下就这个导数啊 简单的说导数的就是斜 曲线的一个斜率 是曲线比方快慢的一个反应 对吧,比如说啊导数 这个导数呢就还有一个叫一节导和二节导 二节导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再提个二节导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是 假如说我这里面啊 cosx的导数 有sinx导数 这比较简单 它的一节导是不是 cosx呀 这是一节导吧 那么我再把cosx的导数是什么呀 应该是等于负的sinx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什么呢 sinx的二节导应该就等于负的sinx 这就会告诉我们导数的导数就是它的二节导 对吧 好,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在其他这个工业上也是非常有些呃 新闻上经常说比如说国民增长的增长率是多少的增长率不就是增长的二节导吗 比如速度的增速度的二节导是加速度 对就这种形式的哈 好 我们这块又是二节导它是连续的个区域变是光顺的啊 别是连续可导的 好 那么这块的话啊 比如说在本坑在大一的时候就一加上x分之一的s密等于什么 我们透了是应该是第一个公式 有了它之后我们得了三底处一 有了三底处一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些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关于在啊就是比如说长处导处是零啊那个2x方向导处是 它是什么呢 它是4x啊等等等等 比如说那个啊 E的呃比如说log以e为几 x导处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分之它倒数 对吧 这是这块 好那么既然这一块呢 我们来可以看见啊 有了它之后我们就可以多了很多结论了 既然有结论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咱们讨论一下这个密函数啊 fs等于s的s密 s大于0咱们看求它一个极值 而且是极小的极 那么这需要极小的这块 x的s密 这个密 它是个 今天分享它是一个复合函数 你这些 球是求不出来的 你要把它进行一个分布 这个这么一个操作 怎么做呢 其实这块的话我们可以认为 把它等于一个哎 比如说一个等于一个t呀 然后就就可以往下接着去啊 做一些 技巧了啊 比如假设啊 假设 我们让这个t等于x的s密 然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把左右两边都给它呃 乘以一个lone 好可以吧 lone t 然后这是呃 乘以lone t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呃 lone的话 这是密码出 x的lone x 把x拿过来 把提到前面去 就变成lone 然后呢 我分别接下来对于两边秋导 对于两边秋导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lone lone也一为底 这个多少多少对数的话 它的导数的话 应该是啊 t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t的导数呢 是关于t的这么一个一个导数 就是把写在这 然后呢 这块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们认为 比如说啊 f u乘以v的导数等于 u的啊 导数v 比如说加上uv的导数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这样写 就可以写作啊 两根据练习法则呀 我分别对 它的两边进行求导了 比如说这块 比如说是啊 x的导数 这块是变成啊 lone x 然后这里面是加上x 乘以1比上x 对吧 然后就可以1比上t分之t的导数 等于lonex加上一个1 对吧 这是这样一个写法 然后啊 对它求极值 极巧值 怎么着也是个注点吧 那既然是求注点 我们就可以认为什么呢 令它等于0就对了 对不对 x加上1 等于0 那么这一块x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1的负1次并 再把1的负1次并带到这里面去 最后就会变成t等于 比如说是 1的负的 1分之1 这么一个式子 好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答案 好吧 那么这个是 咱慢慢培养的感觉 比根据一些列式法则呀 又常规的一些 求导数一个操作呀 然后慢慢去推 推到之后 这是最终答案 好 这就题 我们就可以把它走完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可以学到 一些东西 就是说 对于一些秘函数操作也好 还其他寒潮的 你但凡能落力到求log 求导数 求偏导 我们对咱们搞数学来说 几乎就没有什么难处了 就直接可以得出答案了 繁琐是我们要进行观察 这些方面的数据 用什么工具是最合适的 这是要得到这么一个点